各位好 先讲一个秦府里的菜刀修送秦的故事 在台湾南部高雄市 住着一位胡银堂老先生 当年75岁 前面说的荣天祺就是跟他学秦的 这位胡老先生弹琴已经有40多年 在大陆的时候也是金鱼琴社的成员 他自己还组织过琴社 到了台湾之后呢 又遇到了那个说过好几次的老问题 琴弦不好买 就这么金贵的琴弦 还被老鼠给咬断过一次 从那之后呢 胡老先生上弦不敢太用力 他给拉断了 那么琴弦太松 声音就不好听 弹起来没什么兴致 而且他年纪大了 有风湿病 手疼啊 所以很少弹琴 他干脆把他书斋改了个名字 叫做绵琴堂 自己是绵琴堂主人 就是说这个琴呢 没法弹了 琴只好自己睡觉去了 荣天琦带着唐先生去拜访 这胡老先生呢 文雅又和蔼 不光是弹琴啊 他在书画方面 也有很高的造语 对古琴 见闻广播 琴学也了解得很深 为唐先生解答了很多问题 他拿出来一张琴 给大家欣赏 是黑色的宋琴 就是刚才说睡觉那张琴 结果这一天呢 正好是彦族脱落了 老琴年代久远 彦族松动 是常有的事 那天呢 是整个都给掉出来了 唐先生看了看 说不要紧 给我一小块木头 再借您家的刀用用 马上就可以装好 胡老先生的太太 就拿了一块木头 又找了半天 最后从厨房找了一把菜刀 说菜刀行不行啊 唐先生说可以 就用菜刀 切下来几块小木片 一边厚一边薄 把它切归着 做成几个小小的蝎子 然后把这彦族装了回去 歇紧 再摇一摇 纹丝不动 装得非常牢固 然后重新上弦 一弹呢 这让宋琴声音松透 很悦耳 胡老先生一直在旁边看着 说你这也太利索了 一小时不到就可以搞定了 很高兴 给唐先生弹了 平沙落雁 长门院 还有萧香水云 三个曲子 虽然是年老手疼 力气不够 但是节拍稳定 还是一派大秦家的风范 从胡老先生家告辞出来之后 容天琦这才常常出了口气 他这个人呢 品行端方 那有的时候呢 就难免谨小慎微 刚才看着唐先生在送秦旁边 就咔咔咔的切木头 一直捏着把汗 出来了才跟唐先生说 你敢用菜刀修送秦 你知不知道我刚才有多担心 其实唐先生那时候 在跟孙玉琴先生学做秦 而且已经修过古代的老秦 所以这才成竹在胸 好 这是菜刀修送秦 咱们再说一说秦府里的外国人 秦府里呢 介绍了好几位外国人 咱们说的这位是英国的Pican 中文名就叫碧坑 写出来是碧晶的碧 坑腔的坑 碧坑呢 是剑桥大学著名的大学者 在生物学方面很有建树的 他年轻的时候 对亚洲的音乐产生了兴趣 本来只是一个业余爱好 中年之后呢 就把音乐研究做成主业了 他的著作非常多 写过一个很有名的 来自唐代宫廷的音乐 还有像什么格洛夫音乐词典 和新牛津音乐史里面的 中国音乐日本音乐的部分 就是他写的 抗日战争时候呢 他来过中国 认识扎夫西等一些古琴家 他也学弹古琴 到了七十年代初 他六十来岁 他休假了一整年 到亚洲各地游历 会见音乐人搜集乐器 那时候 唐建元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 读甲骨文的硕士 同时在学校里面 教古琴和音乐欣赏 毕坑来到了港大 系主任说 我们这儿有一位唐建元 他不光是精通各种 中国乐器的演奏 他还是一个学者 前几年上大学的时候 他就编过三千页的书 这个人您一定要见一见 毕坑就跟唐先生见面交流 过了两天呢 又约好时间去唐先生家 看他弹琴 两个人一起聊古琴 聊中国音乐的绿制 聊古琴的典籍 这毕坑是赞叹不已 说你对古琴啊 实在是了如指掌 回到英国之后呢 他写了一封信 说之前的大半年 我到了亚洲的各地 见到日本韩国东南亚 很多研究音乐的学者 你是我见到的最bright的一个 就是最聪明 你的学问很了不起 那我二十年前给格罗夫音乐词典 写了中国音乐的部分 现在这本书要再版 我最近要重写这一千多页 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写呢 唐先生回信说得很谦虚 说您过奖了 您是六十多岁 世界文明的大学者 我才二十多 我哪有资格跟您一起写呢 那么后来 唐先生硕士毕业之后 想读博士 毕坑说 你来见桥吧 上次见面 我对你的印象非常好 我可以给你免试入学 我对你有信心 相信你对我也有信心 见桥的资料又这么多 你在这儿一定会有 丰硕的研究成果 唐先生觉得不错啊 挺愿意去见桥 可是过了几天呢 毕坑又来一封信说 见缘啊 我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这儿这两年经费不足 没有奖学金 那么你就要交学费啊 这个学费还是挺高的 在这个同时啊 美国有大学 愿意提供奖学金 因为唐先生之前去美国的 五六个大学讲座演出啊 学校方面对他印象都很好 有两三个大学 都愿意提供奖学金 让他来读博士 这么以来 唐先生就比较倾向于去美国了 而且这段时间又了解到 这位毕坑先生啊 他带博士生有很古怪的规矩 第一呢 男学生不能留胡子 第二 不能结婚 已经结婚的要离婚 才能跟他学习 但是唐先生上大学的时候就结婚了 所以就没去追随毕坑 去了美国读民族音乐学博士 这位毕坑啊 他是个国际著名的大学者 他去世的时候 各大媒体都有报道 太武士报是这么说的 说劳伦斯毕坑是20世纪 剑桥学者中的伟人之一 他的学术研究 涉猎之广 无人可及 成就如此巨大 甚至在剑桥大学也极少有人能够全盘明亮 好了各位 秦府里的故事 咱们已经讲了十集 讲了这部剧著里的一点点内容 现在我们看秦府啊 思路清晰文笔老练 研究很深入 谁能相信编书的人才25岁呢 唐先生编书用了三年的时间 吃了苦赔了钱 但是通过编书 也成就了唐先生的学问和义父 潘老人家从1968年 开始学弹琴 酌琴 收藏老琴 到现在50年没有间断 他收藏过的唐宋元明清的老琴 有一百多账 其中有的钱已经让给别人了 那么现在手里还有几十账 他修复过的老琴 都将近一百账 他应该是收藏过老琴最多的人 和修复老琴 最多的人 去年2019年 广东省博物馆做了一个圣唐艺术与生活展 很大型的展览 从西安洛阳的博物馆 借来140件唐代文物 但是没有唐代的古琴 这怎么办呢 来找唐老师 唐老师觉得我是广东人嘛 一定要支持 就借给博物馆三张唐琴去展览 这三张琴是 季侯中 琴外韵 和万鹤松风 那么唐老师跟过好几位古琴大宗师 吴宗翰 蔡德远 孙宇琴 吴景略 咱们前面都提过了 之后他又变访名家 那真的是转意多师啊 再加上他自己天分太高 所以唐老师弹琴 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我想咱们可以聊一个问题 就是弹古琴 怎么算弹得好 其实古人早就说得明明白白 在太古一音里面就说过 就是唐老师抄写过的那部太古一音 说弹琴要像孤云在太虚 阴风卷疏久而不散 此吊隐之妙草也 就是说空中的一片云 风来了把它卷起来 一会儿风又把它伸展开 后面还有一句久而不散 他一直在做这样的动作 聚拢又舒展又飘动 其实这句话描绘得非常精准 您深入体会一下 古琴的秘籍就在这里 话说世界上的各种器具 都有自己擅长的功能 比如说螺丝刀 它用来拧螺丝就很顺手 如果你用它来钉钉子就不合适 它就不如榔头 古琴作为一种乐器 它不是万能的 有的味道 古琴并不适合表现 而咱们刚才说的 孤云再太虚随风卷梳的味道 古琴特别适合 这种流动感 怜绵感 收紧又放松的感觉 就是我们常说的行云流水 那么如果您想听这种味道 您就去听唐老师的录音 那真的是教科书 那我就斗胆 用孤云再太虚 来形容它的艺术风格 它名声大 但是真正体验到它艺术高度的人不多 这个是大艺术家都有的孤独 所以它的艺术高度 也像孤云再太虚 那么50年以前 很少有人知道古琴 唐老师是失智不移的独自去编书 对古琴的振兴有了这么大的功绩 那么这个历史功绩 也是孤云再太虚 所以讲了十集 我就用孤云再太虚 来做结尾 唐老师从美国博士毕业之后 回到香港 在香港演艺学院 做中乐系的系主任 退休之后呢 还是酌琴交琴 但是大陆的琴人 要去香港 要办政见 总是不太方便 所以2019年初 唐老师在深圳开了琴馆 琴馆的名字就叫做琴府 这里有唐老师的钦琴 当代各个名家做的琴 有的时候 他也会把唐宋的老琴带来展览 唐老师绝对是个天才 是个奇人 他不只是古琴家 他在七八个领域里面 都是大师或者专家 甲骨文从小学习是专家 他自己还研究出来 八个甲骨文的字 他唱乐曲 就是广东大戏 跟过前辈的大师 他自己编剧 自己粉末登场 还教人唱戏 那有的时候 懂乐曲的客人来到琴府 看到唐老师唱乐曲的海报上 有一位名角 就很惊讶 说他跟您一起唱啊 唐老师说 对啊 他是我的助教 唐老师还是广东 地水难阴的传人 这是一种说唱形式 右手弹鼓针 左手打响板 嘴里唱故事 他跟前辈著名的盲人 男音大师杜焕学医 现在人称唐老师是男音争圣 圣人的圣 他可不是爱好者 那么简单 他又是明清紫砂壶收藏的专家 当年从美国回来 香港的紫砂壶博物馆 请他去做馆长 他考虑了之后 还是去了演艺学院当系主任 他收藏老博尔茶 也是专家 什么送品红印蓝铁 如数家珍 他还研究红楼梦 是个红学家 反正我一时都说不完 总之是所谓万朵桃花一树开 难者不会 会者不难 这些课程在琴府都会陆续开课 唐老师亲自讲 其实我们跟唐老师学古琴 有时候会觉得很吃力 因为别人哪有他那么高的天分 相当于一个刚会打长拳的人 看到了降龙十八掌 觉得精妙无比变幻莫测 但是你学习吃力的时候 也就是进步最大的时候 好 谢谢各位 欢迎您转发 也欢迎您来深圳的琴府 交流做客 您可以加我的微信 13570870157 再次感谢